我是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科的黃廟會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現在很多人得了新冠肺炎 那其實新冠肺炎在得病之後 還會有一些後遺症流下來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新冠肺炎它的染疫者、康復者的這些人 他後續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如何自我照護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所謂的新冠 以及常新冠的定義開始講起 首先我們在得到病毒感染 也就是我們因為有症狀去做篩檢 之後我們會被確診 那確診的第一個禮拜 大家都知道是隔離期 那在第一個禮拜的這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面 其實在第一個禮拜的當中 在第一個禮拜到接近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病毒的活性 就是已經大幅度的下降了 所以在這第一個禮拜的隔離期裡面 其實當我們的隔離期結束 代表我們在感染給別人的機會 就降低了許多 但是對於我們個人而言 其實這個病毒的傷害我們的身體 其實還是沒有完全康復的 所以在我們的醫學上的定義 從你感染之後一直到感染的四週以內 都叫做一個感染的急性期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 我們還在急性感染的階段 我們的身體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還會需要為了去清除病毒 以及去修復 可能還會有一些就是症狀 都是很正常的情況 那過了急性期之後呢 四個禮拜以上呢 如果說還是持續出現有一些症狀 比方說像是行動力下降啊 身體疲倦啊 或者是呼吸困難 咳嗽 或是一些精神障礙等等的 那在這一段期間呢 其實大家就會認為這個疾病的這個 開始有一些比較往後蔓延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每一個國家的不同的guidline裡面 它都有給它不同的名稱 比方說美國的CDC 對於這種大於四個禮拜之後 還有的症狀叫做Post-COVID condition 就是一個新冠後的一個狀態 那英國呢 他們是把它叫做 Ungoing the Symptomatic COVID 就是說它是持續有症狀的COVID 那在這一段四到十二個星期之間呢 它算是一個比較雅極性的狀態 這段時間有症狀的比例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呢 也有一部分的人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他就會漸漸的改善 但是會有一定比例的人呢 這個症狀會持續到超過十二週 也就是三個月以上 那超過三個月以上呢 依然有這種行動力下降啊 疲倦啊 呼吸困難啊 咳嗽等等的這些狀況呢 就是我們一般所俗稱的 長新冠 Long COVID syndrome 好 那WHO的話呢 它就是針對這一些急性感染過後 大於十二個星期 依然有症狀的這些人 把它叫做Post-COVID condition 那台灣來說呢 台灣的CDC事實上 是遵循這個WHO的定義 它的定義呢叫做 它把這個名稱叫做 COVID急性感染後的一個症候群 它的定義就是說 在這個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 三個月之後 仍然有 就是沒有辦法用其他的診斷來解釋 而且持續至少兩個月以上的症狀 那這些症狀呢 它會對日常生活啊 或者是身體的功能 造成影響的這一些叫做這個急性感染後的症候群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俗稱的這個長新冠的這個狀況 那所謂的這些這個感染後的這個症候群 可能會有哪一些症狀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圖 首先呢 它有可能會有一些皮膚上的表現 包括像是頭髮的掉髮啊 或者是皮膚疹 都是常見的狀況 那在這個中樞神經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人出現就是認知功能障礙 就是我們俗稱的腦霧 那有一些人會有失眠 或者是睡眠時間變得很長 那有一些人也會有一些精神上的這個焦慮啊 或者是憂鬱的狀況 那在心血管系統的部分呢 有一些人可能會有胸痛啊 心悸或者是心肌發炎的情況 那在肺部的話呢 可能會有一些人還蠻多的 他會長期還是會有這種呼吸困難 然後運動耐受不良 就是只要稍微動一下 就會咳嗽或者喘的這個狀況 那有一些人會影響到腎臟 造成腎臟的損傷 那還有一些人因為我們這個病毒 他會去破壞到一些內分泌的一些器官 所以有可能會有這個糖尿病啊 甲狀腺炎啊等等的狀況 那其他的話 包括像是肌肉關節的疼痛啊 或者是一些多發性的這個疲勞 跟發炎的症候群 都是有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那究竟是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況產生呢 其實到現在為止 就是還沒有被透徹的了解 他的目前我們已知的大概有三個 我們覺得比較有可能的激轉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病毒本身的侵犯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SARS-CoV-2 這個病毒呢 它是藉由這個ACE-2的這個受器 來到人的身體裡面 那人的身體其實不單是只有肺部 有這個ACE-2的這個受器 包括像在腦部啊 心臟啊 然後包括肝臟 腎臟 骨骼 還有甚至是甲狀腺啊 或是胰臟等等腸胃道 都會有這樣子ACE-2的受器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在病毒入侵人體的時候 這所有的器官都有可能會受到病毒的侵犯 那所以這些器官的這些 即使我們的病毒已經傳染力下降了 但是這些病毒在人體裡面 還是有可能會對這些器官造成的破壞 那因而產生這些器官造成一些異常的功能 這是第一個可能 第二個呢就是說 當我們這些器官它被病毒入侵了之後 我們的身體事實上應該要有一個好的免疫的反應 去清除這個病毒 但是就過去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人類的免疫系統 常常會在嚴重的感染之後它會失調 也就是說它為了想要去清除病毒 但是它的免疫就是活化的太過超過了 而造成一些就是組織的傷害 或是一些太嚴重的發炎的反應 那這些發炎反應呢 也會造成這些器官系統的傷害 那第三個呢就是跟這個嚴重度有關 如果說有一些人 他的這個生病的時候病程很嚴重 他住到了加護病房之後 他就會有一些相對應 因為這個重症之後的後遺症 包括像是這個加護病房相關的肌無力症 他的肌肉可能會因為他臥床的時間過久 然後再加上這個消耗過大 所以他的這個肌肉會快速的萎縮無力 或者是說在加護病房的這個裡面 他會有一些加護病房的症候群 他會出現一些神經系統的一些 沾望症等等的 再來就是有可能會在心裡引發 這個創傷後的壓力症候群 這等等的這些這個原因 都有可能是造成這個後續的這個新冠之後的後遺症的來源 那其實可以看到這張是就是比較複雜的一個表格 那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資料呢 事實上是來自於各個非常多不同的研究 去統計說這一些常見的這些 新冠後的這些症候群的這些症狀 他隨著時間他發生的比例違和 但是其實整體來說呢 他的趨勢看起來 其實在感染之後的4到12週呢 他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但是隨著這個時間變長 三個月之後甚至是六個月之後 還有這一些比例的 還有這些症狀的比例是會隨著時間下降 也就是說會隨著時間改善 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的這些後遺症 事實上會持續就是到一年的時間都還有 非常少部分的一些人 哪一些人呢會容易得到這些新冠後的這個後遺症呢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研究去探討說 哪一些人會得到就是會有這些後遺症 或者是我們要怎麼樣去預測說誰會有後遺症 那其實在不同的研究裡面都有不同的結果 那比較有定論的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他在急性感染期的嚴重度 越輕微的人無症狀的人他產生後遺症的機會就比較低 但是你在得病的時候非常嚴重 住到加護病房甚至用到呼吸器 那這些人呢 他的這個後遺症的狀況就會比較嚴重 那第二個呢就是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機會 會有這個新冠後的這個症候群的產生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比較大的年齡或比較小的年齡 這些極端的年齡 還有一些肥胖跟共病症這一些 都有一些研究去指出說 他可能可跟這個後來的這個新冠的這個後遺症會比較有相關 那之前呢有一個研究 他是英國的一個研究 那其實在新聞上面大家也有看到 就是說感染的第一週的時候呢 有特別出現的五種症狀的人 他後來發生這個新冠的這個 後新冠的這個症候群的比例比較高 那必須說這個的研究呢 他是在2020年的時候做的 那那個時候流行的菌株是這個α株 那其實後來也發現在不同的這個variant 就是不同的變異株的情況下 大家發生的這個後遺症的比例跟症狀 其實也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當初的這個研究是發現說 你在得病的第一個禮拜 如果你這個疲勞的狀況比較嚴重 有出現頭痛啊喘啊 聲音沙啞或是肌肉痠痛這些症狀的人 後來呢發生這個有後遺症的機會會比較高 那目前根據我們就是 目前這個Omicron的這個資料呢 大家還在蒐集當中 所以還沒有針對這個variant 有比較新的這個報導 那對於大家這個染疫康復的人來說 要怎麼樣子去做到好的一個自我照護 首先第一個就是要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 就是要觀察自己的身體或者是心理 有沒有新出現的一些跟你生病之前不一樣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說需要靠自我的觀察 然後去看看呢這一些症狀 它是否會讓你的生活功能去影響 比方說你會因為這個喘或者是這個咳嗽 讓你就是吃不好睡不好 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症狀 第二個呢就是需要有良好的自我壓力的調適 因為有一些人他在得病過後 他對於這個疫情的感受過於敏感 那再加上會有非常多的新聞媒體 一直在不斷的報導這個疫情的資訊 所以就會無形之中增加了這些人 非常多的心理壓力 那甚至會造成有一些人他會有一些社交上的畏懼 他可能在得病之後就開始害怕接觸人群等等的 那這邊就是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說你發現這些過量的資訊 它會讓你的心理壓力增加的話 就不要接受到這麼多的資訊 就是可以就是稍微阻斷一下 就是讓自己能夠好好的修養 那接著就是保持規律的生活 放鬆心情 那要適度的去自我的復健 讓自己的身體慢慢的好起來 包括要有這個健康均衡的飲食 那原本日常該有的活動 比方說日常生活 你原本就是會去做一些家務 會做一些簡單的活動 這些就是要逐漸的恢復 那再來要開始一些適量的運動 那我們不建議在剛剛康復的這個時候 就去進行高強度的一些訓練 而是要從比較緩和的這個運動開始 那觀察自己在運動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那怎麼樣的情況 大家會需要就診呢 如果你在感染的四周以上 就是說你度過了急性期之後 依然持續的有這一些症狀的發生 那這些症狀可能會嚴重的影響到 你的這個日常的生活的時候 那就會建議大家要到醫療機構來就診 去做進一步的評估 那這個是衛生福利部的網站有講的 介紹就是說其實現在因為大家這個康復者的人就是越來越多 那可能每個人會遇到的問題 不一樣 那有可能會同時有兩個以上的不同的器官系統會有問題 需要一起的整合照護 所以這個政府就有 就是規劃一個康復者的這個整合門診的就醫的流程 那就是說大家可以到這個有整合門診的醫院 那在這個醫院裡面就會有一個主折的醫師 主折的醫師會負責評估您就是全身的目前的這個狀態 同時會有個案管理師去幫你做各種量表的評估 知道你現在身體跟心理的狀況之後 再針對個別有問題的部分 比方說有人是特別有呼吸喘的問題 有的人是特別有這個皮膚整的問題 去彙整相關科別的醫師 讓這些所有的人就是一起整合起來 然後來替病患服務 讓患者能夠一次看診的情況下 就能夠解決這個所有的問題這樣子 那病人接受這樣的整合照護的話 他只需要交一次的掛號費 以及一次的部分負擔 就不用說我頭痛看這個科 腳痛再看另外一個科 皮膚癢再看第三個科 這樣子會造成大家很大的負擔 這邊講一下就是醫師通常會怎麼樣去評估 通常還是要回到每個病人的狀況 因為每個病人的狀況不一樣 那基本來說我們會去做一些血液的檢查 那包含這個腎臟功能的檢查 接著如果說有呼吸到症狀比較嚴重的人 我們會去幫他安排一些量表的評測 那再來是做這個胸部的X光啊 心臟超音波啊 那如果說到了兩三個月以上呢 症狀依然很嚴重的話呢 就會安排這個肺功能的檢查 以及甚至會需要做到電腦斷層的檢查 那在神經精神的部分呢 我們會去了解大家就是現在生活的品質的狀況 然後去做一些健康量表的評估 那再來會去做一些營養上的建議 還有附件上的建議這樣子 其實台灣現在總共全台從北到南 其實可以看到就像這張圖上來說的 其實這樣子的這個門注診的 整合醫療的計畫的參與的醫院 其實全台灣有106間到目前來說 那東區的部分就有7間 所以大家可以就近去看看自己家裡附近的醫院 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可以去掛相關的就是整合照護的這個門診 然後就可以得到醫療上面的幫助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 就是度過這一段恢復期 然後儘快恢復到正常的日常的生活中 那我們花蓮慈激醫院的這個整合的門診呢 是在禮拜五上午的感染科的 這個染疫康復者的整合門診 那謝謝大家的聆聽 如果大家後續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大家上花蓮慈激醫院的臉書來做詢問